大家请合掌 纳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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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请放掌 我们翻开讲义四十五页 纳莫本师释迦牟尼佛 第六十一经 上册第一百零一页 上册第一百零一页 上册第六十一经 如是我闻 一时佛祝社会国 东元路子母讲堂 而使世尊普世 从禅起 出讲堂 于堂运中大宗前 辅坐而坐 而使世尊探尤佑陀纳祭 法无有无果 亦复无我所 我既非当有 我所何有生 彼求解脱此 则断下分解 这个佛陀啊 在陆子母讲堂 讲了这个气质 法无有无我 这是我们佛法一直强调的 无我 亦复无我所 无我当然无我所 我所是有我才有我所嘛 那无我当然也无我所 我既非当有 这个我啊 如果我们从五印六处去观察 其实是不可的 既然我是非当有的 那我所有何生 怎么会有我所呢 那么任何一个人啊 不管是在家出家 能够理解这一点 能提振这一点的人啊 则断下分解 我们内在的这些执着啊 生死的解啊 就能够打开了 就能够打开了 就能解脱了 时有一笔秋 重做起 偏坛右肩 右起左地 合掌 拜佛言 世尊 云和无无我 亦无有我所 我既非当有 我所何有生 比丘解脱此 则断下分解 佛陀这样讲 那么就有一位比丘啊 起来重复的 问这个是为什么 啊 佛告比丘 与屈与痴 无闻凡夫 既色是我 亦我相在 受想行事 是我 亦我相在 多闻圣地子 不见色是我 亦我相在 不见受想行事 是我 亦我相在 亦非之则 亦非见则 这个佛陀啊 从两个角度来比喻 我们世俗的 无闻凡夫啊 总是执着啊 我们这个无印啊 色受想行事 所组合的这个色身心啊 把它当作是我 那么知道这个身体啊 也会坏 那么也知道 它不是永恒的 那个就会记着什么 亦我 亦我就不是我 是变成我所 我所用的 变成我的 这个叫亦我 或者是相在 就是说我在运中 或者是 我在运中 或者运在我中 把这个我啊 不是在五印里面 就是在五印的外面 一般的 语吃的凡夫啊 都是执着在这个地方 对五印的 不了解 对五印功能性 作用性都不清楚 总是那种实有感 在这里记着 执着 说是我 不然就是我的 我所使用的 不然就是有一个我 在这个五印里面 不然就是有一个我 比五印还大 就是这样子 总是非执着 有一个实在的我不可 但是 圣地子们就不一样啊 由于佛陀的教导 他们在摄受想形式里面的观察啊 就根本 找不到这样实在性 啊 这种不变永恒的我是找不到的 差别啊 就是在这里 啊 那么佛陀继续说 此色是无常 受想形式是无常 这个无常性啊 一般啊 很难去体会 当然啊 如果一个人啊 从小 长大了 成长了 然后老了 衰老了 死了 我们可以看到 长远性的一种变化 但是如果是 在短暂的时间内 我们很难发现 觉得今天看到的 跟昨天看到的是一样 明天看到跟今天也差不多 没有感受到它那个无常变化 所以我们真正在 残羞用功的人啊 那个体会就不一样了 包括刹那刹那的变异啊 你都会发现 不管是物质的色 它像 我们现在讲那个 原子或电子 或者是 微粒子 它是产生一种像震动一样的 波动的一种震动能量 你会发现 连色的物质 你都可以发现 它是刹那刹那在变化 它只是能量的一种震动 你都一样可以体会得到 但是平常 因为我们一般人啊 没有学到这些证件 没有学到这些法 也没有这样的体验 所以看起来一切法 都差不多好像是不变的 是实在的 最近啊 你看大陆又发生了那么大的灾变 一下子 你看多少人一下子消失了 缅甸也是一样 一个台风 就死了那么多人 那这样我们看到的 感受比较深刻 但是平常的话就很难发现 所以啊 为什么佛陀 他会从我们身心的五印 他会告诉你他是无常 以我们大陈法来讲 就是常不可得 无常就是常性不可得 永恒性不可得 不变性不可得 我们讲空就是这个意思 一样的啊 所以 五印是无常 那么五印呢 色恶是苦 受想行事是苦 为什么这个五印是苦 因为无常嘛 无常的必会起变化 所以一定是苦的 它不能保留 它不能保留 不能永恒 所以 色是无我 受想行事是无我 此色非当有 受想行事 非当有 此色坏有 受想行事坏有 故 非我 非我所 我 我 我所非当有 如是解脱者 则断五下分解 断了五下分解以后 还有五上分解 那么这个断五下分解以后 如何进一步的 如何进一步的能够漏进 连五上分解 连五上分解也 能够断尽 而达到 正阿罗汉的意思 不受活用 佛告 比丘 于此凡夫 无本众生 于 无畏处而生 恐畏 于此凡夫 无本众生 不畏无我 无我所 二巨非当生 攀缘失事柱 这个啊 就要进一步啊 说他的内涵啊 我们众生啊 什么都可以无我 什么都可以没有啊 都可以去否认他 就是这个我啊 不能否认 最怕最怕 就是怕什么 怕无我 很多人认为我们佛法啊 讲解脱啊 讲涅槃啊 好像 死了 什么都没有 这个我没有了 怎么可以 最怕的就是这个我没有了 为什么我们现在很多人啊 认为死后啊 都要往生到某一个地方去 那种往生的观念啊 大家还有一种怎么样 大概实在感吧 至少我还存在 是不是 我可以到某一个地方去 我可以在那里安稳 那里没有痛苦 那里没有烦恼 那里一切自在 为什么我们会很喜欢 为什么我们会信受 因为呢 还保存着一个什么 有我嘛 是不是在那边 所以要注意哦 这个地方啊 佛陀就讲 我们众生最害怕的就是怕无我 最恐惧的就是这个无我 这里就讲 攀原四四柱 这个就是我们执着的地方 众生执着的地方 后面啊 就会解释咯 何等为四柱 何等为四 为色四柱 色攀原 色爱乐 增进广大生长 于受享行四柱 攀原 爱乐 增进广大生长 一样啊 我们的五蕴 色受享行四 这个四啊 会去攀原什么 前面的 色受享行就对啊 这个 比如说 我们都 感受到什么 这个身体的物质的存在 还有受我们的感受 我们的想 啊 思维 理解 归纳 统计 这一类的作用 还有它的造作 它的习性的一种惯性造作 这些啊 都是它执着的地方 其实最大最大的 就是会落入那种石油感的习性 我们都落在石油感的习性而不知道 这个地方啊 我们可以 参考 比如说 今天我们从 眼睛看到一个现象 比如说看到一个人 你对他的印象很好 或者是对他印象很不好 你这个印象啊 就留住在我们的意识里面 当你第二次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 你那个以前的印象马上会浮现出来 你对他的感觉啊 你对他的感觉啊 马上会伸出 喜欢或不喜欢 马上会伸出那种意念出来 比如说 我做个比喻 第一次这个人来向你要债 要来讨债 这样知道意思吧 你一定很生气很难过 第二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啊 你的印象起来了 很讨厌他是不是 其实他今天来不是要来讨债 他今天来要拿钱来供养你 来借给你 或者是来帮助你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他 就生起那种讨厌不满的心起来 你根本没有认清楚他今天来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印象起来是什么 什么东西 其实那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留下来的印象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叫什么 这个就是习性 你会 一再一再重复 尤其是一再一再重复的那个 惯性啊会越积越深 所以你们想想看 表面上 我们活在现实的生活中 但事实上我们的观念里面已经累积了 多少的惯性 习性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外界 包括我们的身心 包括我们这个五印六处 其实我们对它所产生的印象 其实是一种惯性的思考 不是当下的认知 是哦 我们以前 生出来到现在不管多少年纪 我们总是觉得这个身体这么实在 所以那个实在感 一直在我们的惯性思维里面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有没有每一个人是活在生命的当下 真的都是在觉知中 不随惯性转的有没有 这个只是一个比喻你就知道 我们都活在一个观念里面 尤其这个观念是惯性的观念 累积很长很久以来的一种惯性思维 不只是人哦 一只狗也一样哦 如果你碰到一只狗 你拿东西给他吃 带他很好 他下次看到你的时候一定跟你摇尾巴 你知道吗 为什么 因为他的思维里面 他对你就是那个印象 但是如果你是看到一只狗 你打他 恐吓他 对他很不客气 只要一次 他下次看到你 不是怕你 就是会飞你 不然就是对你很敌死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说 我们的思维模式里面 多少是真实的 还是我们活在惯性的一种幻象中 我们有没有真正的认清过 所以我们这个攀原四四柱就在讲这个 我们对身体 设物质的执着性 一直以为是实在的 所以在这里讲嘛 色攀原 色爱乐 然后还会增进广大生长 增进广大生长 是什么意思 是累积那个惯性的意思 这样知道意思吧 你那个惯性一次 两次 三次 你越来越以为是实在的 同样的 在受想行事 也是一样攀原 爱乐 增进广大生长 那么 事于此处 若来 若去 若住 若起 若灭 增进广大生长 尤其是我们对这个意思的事啊 尤其是我们对这个意思的事啊 若做事说 更有义法事 离开我们五蕴的这个事以外 另外还有一个事 若来若去若诸若起若灭 若增进广大生长者 若有言所问已不知不如 应该是不知哈 这个不是不如哈 亦争亦生亦 亦非亦境界故 比如说外道 啊 说 我们里面有一个我 或叫灵魂 或叫什么 其他种种的名字 神我 大我 都好 啊 你如果问他 他是什么 是什么个样子 内涵是什么 你问他 他没有办法回答你 就像我们说 啊 上帝生万法 如果问他上帝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讲得出来 这样知道意思吗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 如果说 用自己不知道的 根本从来没有体会过的 来说有这样一个东西 外道就是这样 另外如果有一种事 好像是灵魂之类的 他能够来来去去 啊 这样子的 言说的人 你问他的话 他根本没有办法回答你 只有增加你的怀疑疑惑 非境界故 不是他真正体会的境界 所以 所以作何 比丘 你色界贪疑 余色亦身符亦断 余色亦身符断疑 是不复注 无复增进广大生长 从色线讲 如果我们对色本身能够了解真相 不在于其贪欲 那么我们从这个色 意念所起的束缚啊 就会怎么样 就可以打断 打破它 那么在色所产生的执着一断 那我们色的攀缘呢 也自然就断了 因为色是攀缘什么 攀缘色 这样知道意思吧 对色的实相了解 我们不在执着的时候 我们的意也就不会在执着 意的执着也会断 所以 是攀缘异断 是不复注 无复增进广大生长 那么受想行事也是一样哦 受想行借贪 理贪疑 于受想行 亦身符亦断 攀缘亦断 是无所注 无复增进广大生长 是无所注 不复不增长 不增长 不增长 故无所作为 无所作为 故则住 住故知足 知足故解脱 解脱故于 诸事件 多无所取 无所取 故无所着 无所着 故自觉涅槃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啊 大家平常啊 就要用心 不是今天在这里上课啊 听一听啊 平常 真的要好好的去思维 先把理路思维通 通达 这里所讲的相依相缘的关系 一一要把它通达 你通达了以后啊 你在观照 在体证的时候啊 那个理路才会清晰 如果我们 连这个彼此间的相依相缘的关系 如果在理路上 没有思维清楚 那么你在用功体证 观照的时候啊 就没有办法怎么样 很顺畅的去体证到 所以 知以导刑 这个政治界的理解 一定要清楚 里面 关系 相依相缘的关系 都要通达 要明白 要理解得很清楚 我们今天 意思 会执着一切身心或万法 为什么会执着 其实只有一个关系 私有感 你认为它是实在的 你对于色相畏触法 会执着 是为什么 你认为它是实在的 它是实有的 它是真的 如果你看到它的真相 确实是无常 确实是无常的 是如幻的 是刹那不住的 真的明白 你如何会执着 你怎么会住 怎么会染拙 所以简单一句话 对于色收想行事 只是 怎么样 没有了解它的真相 以为它是实在的 对于一切万法 也是一样 我们为什么会执着 所以这里就讲了解真相 你就理贪 理直 你的事 就无所住 这个事啊 无所住就不会增长 就不会怎么样 有所造作 没有造作 心就安住 心啊 就不会去贪欲 知足 安住 所以这样子 就不会被一切万法所染 所服 啊 所以能解脱 因为解脱啊 那对世间啊 没有一法可取 哪一法是实在永恒不变的 啊 无所取故无所着 无所着固 自觉涅槃 一个人的身心啊 真的能清静 能明白 能理解 到真的知道一切万法的 非时如缓 撒纳不住 无常性都明白 你的染拙要从什么地方起 真的一切法都不能束缚你 对你都不能产生影响 你能够如如不动 能够知足 那你不是解脱是什么 所以说 我身以尽 犯恨以利 所作以作 知之不收厚有 比丘 我说 视不住东方 南西北方 视为上下 去 还有没有这个观念 没有这个观念 因为那个我值还在 石油感还在 那个事还会直取 才会怎么样 希望我要到哪里去 是不是这样子 这个观念大家要明白 佛说此经以 朱比丘文佛所说 翻喜奉行 其实我们 研究这个阿寒经 你会发现 虽然它的论题 主题 我们有不同的主题 但是每一经的重点 都是一贯的 都是告诉我们 从身心的五蕴 或者是六根的六处 外六根的六层 接触以后产生的功能作用 我们在哪里产生执着 在哪里产生惯性的染息 最难的 就是我们讲的思佛 就是那个惯性 习性 我们现在上课大家都知道无我吧 知道 理论上都知道 没有一个不会说 我听不懂的 对 无我 谁都会讲无我 讲无常 谁都会讲无常 问题是 你有没有真正的去实践亲证 唯有实践亲证的人 才能断什么 真正的思佛就是惯性 那个贪欲的惯性 染着的惯性 见惑是属于观念上 的一种执着 错误的执着 我们上课 我们说法 我们今天讲经 就是把理论告诉你们 从理论上知道无我 对对对有道理 我们错误的观念可以修正 但是惯性 无时以来 在我们根深 就在我们五蕴里面 长久以来 染息以很深很深的那个惯性 要去掉它就不容易 所以修行的观照方法 一般人啊 就像外道一样 以为我修定 我定力很强 我就不会被外面的境界 所吸引 我不会起贪欲 以定力来 啊 阻止我们对外面起的染着 但是请问 这个定力是永恒的吗 还是无常的 因为没有一法超越无常 定力还是无常 它总有出定的时候 这样知道意思吧 那么出定后呢 是不是还一样要跟外界接触 六根是不是还一样要处六成 那个时候 是不是解决问题了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用比喻 修定可以增上我们开发智慧的一个功能 但是不是修定就能解决一切 这一定要明白 而是要会观 从正之间的了解 以正之间的思维模式 来向内观照的时候 要深入到我们 为世的意识的深层部分 如果以现在的语言来讲 就是说深入浅意识的部分 我们现在我们能思维能觉知的 这个就是表面意识 我们现在的心理学都知道 我们的表面意识 是占我们整个意识的百分之十五而已 而百分之八十五是潜意识的功能 潜意识什么时候会发生作用 就是表面意识没有作用的时候 潜意识会动 这样知道意思吧 所以我们要知道 真正用功的修行有内涵的 不是在唱高调 如何使我们的表面意识的一个进化 到潜意识会变成 显出来变成表面意识让它显出来 不会深浅在里面 然后你要发现它 然后怎么样 要清除它 那个长远以来染息的惯性 很深很深的惯性 那个染着 如何才能够让它显露而把它进化 所以大家要知道 表面上我们今天学的 知见 这个只是理路 观念 能帮你的只是破除你见货而已 但是私货的部分 那是真的要下功夫的 所以表面上我们今天很多人 都很发心很用功 但是如果不得法 没有学到真正的观照的内 真正的内心世界的那一种真正净除的方法 要收用不是那么容易的 所以我们这里一定要明白 平常一定要把知见先建立好 观念清楚 理路清楚 在观照用功的时候 才不会糊里糊涂的 在用功的层次上 才能够一步一步随着政见而深入 当然 在一个真正有体验有经验的人 他绝对有正确的方法会指导你 如何突破 我们思维的惯性 我们现在表面上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现在很理性 我现在很专心 我很用功 但是我告诉你 你的思维模式还是惯性 如果你的思维模式还是在惯性中 你怎么能突破你过去的习性 你认为对的是对吗 你认为错的是错吗 不见得 所以这个一定有方法 一定有它的内涵 大家要知道 今天为什么要讲这些 今天不讲这些 很多人不知轻重 今天讲这些让大家知道 这里面有维系奥妙的地方 将来你们在用功的过程 才会找到正确的路 将来你们学到正确的观照方法 你们很快的就会受用 这个很重要 好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经 第四七零经 中册第十六页 如是我闻 一时佛祝王舍成佳然妥诸圆 而使世尊告诸比丘 欲吃无闻凡夫 于世大生厌患礼欲 被舍而非世 所以则何 见四大生有真有简有取有舍 而于心意识 于此无闻凡夫 不能深厌礼欲解脱 所以则何 所以则何 彼长月以此保习细我 若得若取言是我 我所相在 这里就是重点 我们众生 对于这个色身 还能知道他怎么样 有真有简 会变化 知道他是无常的 不能长远保有 但是对于心意识 我们就很难去怎么样 去深厌礼欲解脱了 为什么 我们总是认为有一个实在的我 就把这个是 心事 心意识的这个部分 认为他是我 在这里讲得思 他就说我不能就是我所相在 尤其是我们 我们不要讲外道 讲我们佛法不同的体系理论 是不是有唯心思想 认为我们有一个真常心 他是来来去去怎么样 不变的是不是 佛陀这里就讲 众生 最难就是在这个心意识上 这个社生知道他会坏 说他无我还能够理解 但是对于这个心意识 就在这里怎么样 保习细我 在这里很怎么样 很珍惜他 来细福当作是我 说 言是我 事故于此无闻凡夫 不能于此比 于彼身焰里欲被舍 于此无闻凡夫 凌于是大身戏我 我所 不可于是戏我我所 所以则何 佛陀啊 就劝我们 寧愿你在这个社生上执着我 还有救 这样知道意思吗 如果你执着在这个心意识上 以为是我是真的 那就完蛋了 不好救 所以说 寧于是大戏我我所 寧愿你在这个社生上执我 不希望你们在心意上去执着是我 为什么 他这里就讲 四大社生 或见十年住 二十年三十年乃至百年 若善消息或富小国 我们这个社生维持不久 不管你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活到一百年 你只要能够理解 看到真相 人都会死 会老会化 是不是 你这样的执着 可能他的过错还很小 这个心意识 比心意识 日夜食口 虚于转变 一生一灭 犹如弥猴 游灵树间 虚于处处 攀作之条 放一取一 比心 亦事亦父如师 亦生亦灭 我们执着这个社生 因为他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 甚至活到一百年 还有一期的安住性 这样知道意思 看起来好像是真的 好像他是不变的 他说这种执着还千有可原 因为我们现在不管几岁 我们现在感觉还是很实在 是不是 还很年轻很漂亮 这种执着他说情有可怜 可怜可怜还可以原谅 但是我们的心意识 他说像那个猕猴一样 在这个林间攀爬树枝 这一只手一攀 一放那一只手就是攀 有没有 两只手总是要攀着一个树枝 他才不会掉下来 他不可能把两手放掉 是不是 所以叫放一取一 反正你执着一个放掉 你又执着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意思 虚与一生一灭 没有一刹那是安住的 身体有一期的安住性 他可能十年百年 那我们说他是十有还情有可原 心意识是刹那刹那 生住易灭 不停的 我们竟然去执着他是实在的 他说这个实在是很奇怪的事 所以多闻圣地子 于诸缘起善思为观察 所谓乐触原生乐寿 乐寿绝始如时之乐寿 比乐触灭 乐触因缘深受易灭 之清凉洗磨 这里就进一步谈到什么 心灵的作用的问题 心意识感受的问题 所以叫我们在圆起法 要好好的思维观察 圆起法说什么 我们根 层 处 产生什么 兽 是不是 那么 乐触的因缘就生乐寿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要注意 叫我们注意什么 乐寿绝始如时之乐寿绝 当我们起乐寿感觉的时候 觉得很快乐 这个寿很满足 这样的感觉生起的时候 你要很清楚的知道 这一种乐寿的感觉生起来 但是 根层处是不是永远处 不是处它会灭 这样对不对 于乐处灭 乐处因缘深受易灭 你刚刚处的时候它起一种热寿 但是这个处的因缘消失的时候 这个热寿也会消失的 这个就在讲圆起 注意听 它后面这个最重要 指清凉洗 我们一般很少注意这一句话 这个是热寿 这个是热寿跟深热寿 那么后面是什么 有苦寿 有喜寿 有忧寿 还有什么 舍处 最后注意要注意的就是 直清凉洗磨 如果我们发现 注意听 大家注意听 这里很重要 我们的感受起来的时候 这个感受不管是快乐 或者是生气痛苦 注意听 是它因为根层处产生受引起的 对不对 但是那个处的因缘消失的时候 这个热寿或感受 不管苦寿热寿它都会停止 它就会消失 注意 消失后 这几句要记得 直清凉洗磨 这句话很少人注意 那我现在问各位 你们现在有没有热寿 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苦寿 没有苦寿也没有热寿 那跟苦热寿直洗一样不一样 那后面这个有没有感觉到 注意听 直清凉洗磨 这个很重要 你们从来没有发现 听懂的人注意听 什么时候不在这里 不管苦寿热寿只是言取言灭 注意听 它一定会怎么样 必归于灭 对不对 缘其法 生的必归于灭 这个叫法而不是的法性 这个必归于灭 所以它必归于什么 直清凉洗磨 这句话听懂的人可以开悟 注意听 好 休息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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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